某电视台举办抽奖游戏 现场准备的抽奖箱里放置了四个分别标友 一千、八百、六百以及零元奖额的球 参加者自行从抽奖箱里摸取一球 取回后就要放回 主办单位将赠送与此球上数字等金额的奖金 并规定抽取到零元的人可以再抽一次 但所得奖金折半 则一个参加者可以得到奖金的期望值为多少元 我们先讨论只抽一次的情况 所以所得的奖金可能为一千、八百或六百 如果抽两次 所得的奖金有可能是五百、四百、三百或零元 抽到一千、八百、六百的几率有四分之一 抽到五百、四百、三百元的几率 就是先抽到零元再抽到一千的几率 还有先抽到零元再抽到八百的几率 以及抽到零元再抽到六百元的几率 而得到零元奖金的几率 是第一次抽到零元 第二次也抽到零元的几率 将上述表格做出期望值后 我们会算出 奖金期望值是四分之一倍的 一千加八百加六百 加上十六倍的五百加四百加三百加上零 所以能算出奖金期望值为六百七十五元